看看,65块钱一天的酒店 怎么样,好干净 肯定还可以 哇,直接就可以看到福仙湖 65块钱的酒店,妈呀 游泳们,咱们这一期去一个安逸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比大理还要安逸 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湖边 但是住宿啊什么的这些 现在虽然是暑期忘记 但是性价比都超高 又要出发了 哎呦 哎呦,这个里边能闻到那种东军的味道 这就到福仙湖了吗 往里边走 哈喽友友们 现在就已经到这个福仙湖这边了 然后感觉这边的酒店都是很大的这种 然后好像来度假的穿鱼的还不少 你看它这边的酒店都是这种感觉的 很像这种大型的度假酒店 但是你别看现在是暑期忘记啊 现在的价格很便宜的 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我店的房间 你们这边平时做短租吗 短租? 嗯,还是就做酒店 你会做的 只是说的话 因为七月份以后不是进入休假吗 就是淡季的时候呢 淡季的时候会做的 像这种房间多少钱一个月啊 嗯,你住的这种房是吧 等我看一下 你订的是什么房间 你订的一个游林大船是吧 对 就像房间的话淡季大概在一个 一千八左右 一千六到一千八 淡季的话一个月 哦 现在就到这个酒店了 我进去看看怎么样 好期待呀 好像性价比很高 我记得这个 看看 六十五块钱一天的酒店 怎么样 哦,好干净 感觉还可以哎 哦 哇,直接就可以看到福仙湖 六十五块钱的酒店 妈呀 这边就是这个洗手间 也蛮干净的感觉 还不错哎 还是干湿分离 这比住昆明市区好多了吗 这景色 那边可以玩沙子 那就是说我进来直接就哇塞了 这条件六十五块钱一天 真可以哎 真不错 躺着就可以看紫仙湖 你的大理六十五块钱 现在 怎么可能 我觉得 就是说 往这一坐就可以看到福仙湖 天呐 天呐 他以一个打问的开阳戏了 所以照片去 酒店是不错 但是到成江市区啊 还要走五六公里 我现在就去市区吃饭的路上 这边就到成江市区了 然后也是挺干净的感觉 就是挺安静的一个小城 下雨了 有有吗 不过整体的感觉还蛮宜居的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这块 已经找点吃的在这 一会感觉还得买点别的吃的零食啊什么的 去超市买点 要不然这个感觉不太方便啊 这块反正吃东西 还是得逛逛 有有吗 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碰到这种市区租的房子是什么价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市区租房子的话 就感觉像在一个小县城 就完全没那么大的必要了 还是在那种住驾区那种 无警方哇 嚎殆尽呢 他以为他说百姓什么商区 他以为什么样呢 结果一看还都像一个小县城的那种 那种感觉 我买了点零食回去 要不然那个楼下是有一些便利店 但是价格还稍微有点贵的 然后那边买东西啊 吃饭啊也不太方便 你看今天又下雨了 明天估计天气会好起来 所以有好处也有不便 好处就是风景很好看嘛 他不说别的 他这个地方啊 确实这个风景是好 但是吃饭呀什么这些不太方便 他这边啊应该是这种公寓型的 然后呢后边慢慢都承包了 都变成这种度假酒店了 但整体的感觉还不错 你看这边这边没雨了 我看一下 都是这样的 风景好啊 回去了 回去了回去了 这个下雨今天也玩不了什么 大概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咱们这边 咱们这边做短租吗 什么 短租啊 租的 就是大概一个月多少钱这种 单身公寓的 八十块钱也送我的 八十一晚 是的 再忘记多一个家吗 不一样的 现在 现在 就十号以后的话价格会上斩 现在的八十八十 那蛮划算的 都是这这这两栋楼都是一样的户型他们是 不是 天又下雨了 这干不了啥呀 摘着吧 桌上还有这种像是乱尾的房子感觉 像那边感觉还有一些农民建的这个房子 我觉得应该也有这种短租的 明天看一下 看着这个沙滩哦 还有这个棕榈树也有点那个青麦那边的感觉 这个房间 这么一走出来感觉没什么人 天哪 看一下这边 这个停车场 现在准备上 上到顶层去看一下 不知道会什么样 顶层风景更好一点感觉 现在就到顶层了 果然这景色更好 一个超市 然后早点送这些东西 我去看一下 这个还蛮多人在这吃饭的感觉 在那边的超市看了一下价格 因为好多人在结账嘛 这个价格买这些东西的话 总的来说还是稍微偏贵 然后也可以理解嘛 然后但是它那个店也比较小 这边周边的商店也比较少 我一会再去前面那个村子看看怎么样 最近迷上喝这个酸脚汁饮料 你们来云南啊 你可以尝一下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但它那个没有那么太酸 就是的话 正常来说的话 印度菜还有他们那个太餐啊 里面还会用这个酸脚做调料的 就酸味的来源 就晚上在这边吃饭的人还真不傻的 你看这个 上面 好像在外面吃饭吧 现在看起来这个亮灯的还不多 这边基本上都是这种鱼装 据说这个虎仙湖的鱼是很好吃的 哎呀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因为虎仙湖这边的水质好 这种地方让我想起了之前在青麦住过的那个公寓 也是这种 有点像这种感觉啊 但是那个更的 性价比我觉得肯定没这个高 这边还有一种 也是这种变一变 变 这边